2019二女王发布会于12月29日在重庆解放碑上演 一群爱好时尚的孕妈身穿华丽的衣服 画着精致的妆容 挺着大肚子在舞台上走秀 展示孕期的别样风采 参加此次公益活动的孕妈怀孕时间从12周到38周不等 有的孕妈即将迎来宝宝的诞生 活动中30多位孕妈在舞台上跳舞 唱歌 走秀 朗诵 尽情地将自己孕期的别样风采展示出来 公益活动主办方表示 孕育生命是女人的天职 也是女人最美丽最幸福的阶段 女人怀孕后身赐婀娜 散发着母爱的魅力 丝毫不失温柔与时尚 举办此次公益活动 就是希望将孕妈们的自信与美丽展示出来 我们是希望这样的二女王能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影响的不仅仅自己这个家庭 应该是去影响周边更多的人 让我们对孕区这种生活的观点 全新地释放出来 让更多的孕妈在孕期当中 去绽放自己这份美丽 然后助力到孕妈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今年32岁的于江江怀孕32周 为了参加此次活动 三个月前她开始练习舞蹈 唱歌 走秀 朗诵 活动当天 于江江携家人一起来到了活动现场 她的家人也用摄像机 将她在舞台上的表演记录下来 然后等肚子里的宝宝出生长大之后 再播放给孩子看 就是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特别是今天穿着那件衣服 他们说你这个肚子特别圆 看着好像里面装着一个小太阳 就很开心 今天我老公和婆婆都过来了 然后他们应该也录了视频 觉得挺有意义的 今年41岁的雷丽娜 二胎怀孕27周 她是此次活动年龄最大的一位 雷丽娜表示 冤语生命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她非常享受运气的美好时光 希望和肚子里的宝宝 一起参加舞台表演 一起经历一段最美的时刻 这一刻的时候 感觉自己非常的幸福 然后觉得一个生命 她在陪伴着你 然后她告诉你 她说我是健康的 我是自信的 我是快乐的 我想把这份爱 这份自信 这份快乐 传递给我们身边所有的人